认识数位影像 数位影像主要分为向量图跟点阵图两种类型 一般向量图是由电脑软体绘制而成 使用数位相机拍摄的照片一般都是点阵图 我们来认识JIMP的自由软体 JIMP是一个跨平台的影像处理软体 它可以在不同的系统下执行 它的副档名是.xcf 像Word的副档名是.doc或者docx 它的logo是这个吉祥物 什么是自由软体呢 就是一个免费同学可以免费下载安装使用的 而且可以复制修改等等 首先我们先来认识向量软体 向量图不管它改变大小都不会影响它的品质 像Word加一些美工图案很多都属于向量图形 像这个轮廓很清楚 而且造型也会很亮丽 它是用数学公式去运算的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点阵图 点阵图是我们要处理的重要对象 点阵图简单说就是一点一点构成的图像 这些我们称为像素 它可以很完整的表达图片的颜色光影像果 不过有个缺点就是它档案会偏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瓢虫的照片像这种都属于点阵图 那我们的GIMP是属于点阵图的影像处理软体哦 面积里面有多少点 通常我们称为DPI I就是硬取,硬取是2.54公分 也就是每2.54公分的面积里面有多少个点的意思 这是缩写 那当然解析度越高图越清楚 越低呢图就会比较模糊 像这个番茄300dbi的图长这样 如果是72dbi呢 印出来照片可能就不太清楚了 那一般我们印刷的书籍或杂志 图片的解析度必须是300dbi的图片才会很清晰 那这个再请同学参考看看 那这个看过以后呢 可能有些会觉得很疑问 各位再回过头来看看这基本的概念 数位影像来源 那使用JIMP作为影像处理的软体呢 需要一些素材档 那些照片哪里来呢 我们这边提供同学6个管道 那首先要提醒同学 如果你使用扫描器扫描呢 请你使用把解析度设高一点 品质才会比较好 首先照相手机 现在的手机不管是传统手机 或智慧型手机都有照相的功能 第二个数位相机 当然如果照片拍到很专业 你可能要买比较专业的单眼相机等等 透过USB就可以连接到电脑了 第三个数位摄影机 一般数位摄影机是在拍影片 不过通常他们都拍照片的功能 第四个来源扫描器 对于旧的照片呢 书本的内容 你要它扫的比较好一点 请你使用扫描器来做扫描 照片才会比较好一点 那接下来网记网路 比如说你可以在Google的网站呢 输入关键字 找图片 猫熊 就可以找到一堆猫熊图片 当然这是网路上图片是有版权的 那这边拿来做教学使用是OK的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OpenClipArt的自由软体开放图库 在这个网站里面有很多免费的图库 可以让大家使用 都可以运用 结合到我们的GIMP的软体作品中 GIMP城市 首先我们要下载GIMP城市 那我们要先介绍 教育部校园自由软体推广中心 这个地方 这里有很多各式各样 自由软体的类别种类 这边有做了很多很详尽的说明 那我们想说 先给同学介绍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呢 再来点选自由软体专区 那这里有一些很多软体做比对哦 办公室软体这些都免费的 美工类 影音 网路 教育 城市设计 教室工具等等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点击到美工类的地方 再来看一下 影像处理的GIMP 类似Photoshop 把它点选起来 那点选起来 这里有一些说明 它的功能 它可以在Windows系统 Linux系统 Mac的系统操作 那连过来以后呢 我们请你点选官方的网站 因为从这里下载版本 可能比较旧哦 这里做了一个很详尽的分类 当然下载我们希望连接到 GIMP官方的网站连过来 连过来以后 虽然是英文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再来点选download 这个单字就是下载的事 D-O-W-N-L-O-A-T 点一下 那下载的时候 要注意看一下哦 我们这个版本是最新的版本 官方网站 2.8.10 那在这里 那这边有选 for Windows的系统 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for Windows 有看见吧 好 这时候呢 再点选download GIMP2.8 然后就进行下载的工作 下载呢 通常会在 档案总管的什么地方呢 会在下载的资料夹 下载完毕了以后呢 请同学再开启到 电脑的下载的资料夹 下载完毕 这边才会显示出来 那么当下载完成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了 好 对它按两下进行安装 那安装的时候呢 它说请你挑选语言 Language 那点起来找不到中文哦 不过没有关系 你直接用English安装 它装完以后 就会侦测你的作业系统 就给它中文了 我们点选OK 好 这时候再点选install install就是安装 cancel是取消 那点选安装 那就进行安装 那装起来这样就可以了 装完以后呢 它就自动启动 当然安装的时候 它帮你装到 C磁铁机Program File Jimp 2 在这个地方 那它的一些免费软体呢 如果要更新 也有新的版本 还是可以连接到这个网址 3w.jimp.org 这是一个组织 公益组织单位 好 点选finish 这个字就是结束完成 完成的意思 就完成了Jimp程式的安装了 那就可以把它关闭 装完以后呢 同学在电脑上看到 这个就是Jimp的程式 操作环境的设定 那我们对着Jimp这个图 快点两下 就启动Jimp的程式 那Jimp程式呢 第一次启动会比较久哦 启动完以后 你还必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点选视窗 点选单一视窗模式 那Jimp旧的版本呢 视窗是分离的 所以在操作上有很大的困扰 所以呢 在这个版本 要提供把视窗整合起来 那首先 我们要把调色盘的功能打开 好先关闭哦 在这边有先关闭分页 开启视窗功能点选视窗 停注视对话盒 那移到这里 有个调色盘点选 就可以开这个 那如果要关闭呢 点右边小箭头 再来点选关闭分页 好 我再来开另外一个 视窗停注视对话盒 譬如说我现在来点选这个 另外一个叫 导览 有没有看到这个 那我想关闭呢 点选它可以进行关闭的工作 那这是开关 那这个呢 路径可以拉出来哦 每一个面板事实上可以分离的 那拉不回去哦 我们可以把它关闭 怎么再把它叫回来呢 你也可以从这里再来点选加入分页 好 所以功能也可以从这里开哦 那再点选路径就可以把它开回来 那上面有三个面板 图层面板很重要 路径也很重要 对不对 那下面有笔刷 图样 建成等工具 好 这个再请同学试试看 复古照片的设计 那启动GIM的程式 接下来我们点选档案的开启 当点选开启以后呢 请同学切换到我们光碟范例里面的CH01 就第一课 这时候把背景图 点选图右边缩图 显示在右边把它点选开启 那开启完以后呢 没有办法看到图的全部哦 这时候点选 简式 缩放移到图片缩放已符合视窗大小 那么它的快速键是Ctrl Shift加Z 就可以看到图的全貌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开启为图层 点选档案的这个 我们要把另外一张图结合在这里面 我们使用档案开启为图层 那点选飞扬的这个图片 六个同学跳起来 那跳起来以后呢 图开起来的 我们可以贴换到移动工具 移到左上角这里来 可以调整位置 这是移动工具负责的哦 那在图层面板这边 原来是背景图就加进来了 这个是开启为图层 接下来我们来调大小 我们使用这个 左边这个 缩放比例工具点选一下 这时候点一下这个 好 那这边你可以来拉大小 中间是调位置 有没有 圆圆是调位置 那拉完大小 这边可以才可以让你改数字哦 310235 好 再点选缩放 那还要再调位置 又回到移动工具 来点选它 提到调到适当位置 把它在中间 就完成了 结合另外一张图 跟调整尺寸的一个工作 我们接下来要来进行 复古照片的着色 这张图片 搭配被我们希望变成复古的感觉 我们点选在飞扬的这个图层 对不对 颜色里面的 左色 那就开启这个面板 那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色相就是颜色的改变 我这边拉 你边拉的时候呢 它就在边调整颜色的色调 变成一个单色调 那我们把它改成20 那20的时候呢 要点选在下一格哦 颜色才会显示出来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饱和度是颜色的浓度 往这边右边拉越来越浓 往左边拉降低了 所以再把它改成50 那亮度是整个变亮 整个变暗 好亮度我们就不改了 点灵再提醒 要点到下一格 或按 点到下一格才会回到 这时候完成的时候点选确定 就完成了照片复古的效果的一个设定 标题文字的制作 这时候呢 我们来点选文字工具 那在GIMP呢 当你点选上方的工具的时候呢 下边就会出现 它的相对应的对外框 好我们点选 首先把字形改成40 对不对 那颜色呢 我先点选这里 那它有几个颜色系统 从这里标签可以做切换 好我们使用摄像环来调颜色 现在是黑色的哦 我现在先把这个移到红色的区块 对不对 那移动这个 来调这个 中间有个点 好红色的地方 再提醒这个小圆点有没有 这边点一下 你点哪里就取颜色 取到颜色就出现在这里 按确定 深红色 那字形呢 点这个A 那在这个地方来看 那我们装饰王瀚中的字形 王瀚中的字形呢 在这里有个小小缺点哦 你看不到字形的字体的颜色 只会看到一个涌 所以在拖曳字形的时候 请同学看一下 如果你看到左边有出现涌的时候呢 表示那就是中文字了 这时候再去选取你要的一个字形的一个大小 那只有软体呢 这地方呢 因为我们使用王瀚中 这个是免费的字形 我现在点选这个 好 确定了字体 大小颜色 在画面上点选一下 这时候呢 再把字打进去 好 当我们同在一起 那么字打完以后 请你使用这个移动工具 点选在笔画地方来调整位置 好 好 接下来再使用文字工具 带打一个 我们要点一下日期 那日期呢 就不要那么大了哦 20 然后点黑色的 黑色直接这里点就可以了 画面上点选一下 2014.06.18 好 日期呢 就把它打上去 我们再切换到移动工具 再提醒同学 必须观看游标变化哦 变成这个 点在笔画上面才可以移动位置 就完成了文字工具的设定 那接下来我们要针对这个标题文字 点在这个 当我们同在一起 要来设定什么呢 阴影 好 点选在当我们同在一起 这个文字工具 点选滤镜光影 选这个drop shadow 就掉下来的影子 这个点选一下 那点选以后呢 同学要注意看工作略哦 工作略出现另外一个jump的图示提醒 所以把它点选起来 咱看见这个 那在我们书本的20页 这边有英文的翻译 再请同学做对照一下 只有软件 当然有时候一些界面上来讲 可能没有翻译那么完整 那这是透明度的地方 我们改成80 好 水平的阴影 垂直阴影 那模糊的程度 透明度的设定 就是按确定 确定完结果 它就帮你产生另外一个阴影的物件 眼睛关闭 当然可以使用这个移动工具 再来调整位置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阴影的设定 那我现在来调整一下位置 这是上面选的是文字 有没有 那点选这个就是阴影 那点选移动文字也行 移动音也可以 眼睛关闭 好 眼睛关闭 好 那我们就完成了文字的设定 移动文字的设定 储存档案 那我们工作完成的时候 要点选档案 再来点选 储存 那储存的时候呢 请同学在名称这里输入 当我们同在一起 然后再按储存 好 储存完以后呢 档案名称就出现在上方的位置 有没有 不过这个档案 只有JIMP可以开启 所以不方便 我想放在脸书 或是网站部落格跟别人分享 那你就必须透过档案的 输出 这叫汇出输出的意思 好 点选这个 Export 那汇出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输入档案名称 当我们同在一起 点JPG JPG呢 格式可以在这里选 这里 点箭头 选JPG的 那JPG是相容性最高的 档案名称打完以后 再来点汇出 那因为档案 在里面原来已经有了 所以在输出的时候出现这个 把它取代掉 如果是你的电脑就不会出现这个了 那JPG在输出的时候呢 会出现品质要求 我们点准汇出 继续盖掉 就完成了 储存 XCF的工作档 还有呢 JPG的成品档 这个 那这个 如果是选这个 就可以另外再汇出一个 所以选这个 或者汇出 刚刚我们汇出了 搭我们同在一起 如果有修改 可以直接点这个 如果要换名字 请你选 输出 另存 一个新档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两个汇出 都可以 重点整理与实作题 那JP呢 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第一个 向量图不管如何改变它的大小 品质都不会改变 第二个 点阵图是由很多小方格所组成的 这些小方格我们称为像素 那一般印刷的图 书籍或图片 杂质图片 解析度必须300dpi 图片才会清楚 第四个重点 JP启动第一件事情 要把它设定为单一视窗的模式 好 运用缩放比例工具呢 可以调整图片的尺寸 再使用移动工具调整图片的位置 那JP的着色功能可以把彩色照片变成单色料的复古照片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着色的效果 将葡萄变成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一个效果 好 回到JP来 首先点选档案的开启 那我们这时候点选绿葡萄 就一个档案而已哦 绿色葡萄 就在我们CH01资料夹开启 那运用颜色的着色效果 好 预色180就变颜色 那这边就可以拉 你就可以拉出各式各样不同 这边是色相就是改变颜色的意思 我们改变了原来葡萄 绿葡萄变成紫色的葡萄 那亮度这里也可以调整哦 亮度也可以来 饱和度 亮度在这里 亮度是整个变亮 整个变暗 暗到几点就看不见了 所以亮度机方你可以微调 那饱和度就是颜色的浓度 好,往右浓,颜色更浓 当你饱和度到0的时候就变黑白了 好,所以通过这个 你会改变这个 那使用这种方式 请你做出六种不同颜色的葡萄 并不想吧 好,两种颜色的葡萄 好,两种颜色的葡萄